上个星期六 尼泊尔发生的强烈地震 遇难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 美国之音驻泰国记者赫尔曼在灾难发生之后 也立刻赶往加德满都进行采访 那么就在几个小时前 赫尔曼发回报道说 各国的救援人员还有人道组织是不断的涌进 加德满都的机场爆满 这也导致他们的飞机被迫降落在临近的印度加尔各达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听听赫尔曼在稍早之前的报道 我们搭乘泰国航空319航班从曼谷出发 原定直飞抵达加德满都 但是无法降落在加德满都 这架波音777飞机在加德满都南方上空盘旋一个小时 后来机长担心燃料不足 也一直不清楚加德满都机场拥挤的情况 决定转往加尔科达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我们飞机客满 其中70人是日本搜救队 我们还采访了一位华裔美国人 他从德州达拉斯带来一个搜救队 中国印度新加坡的搜救队已经抵达了加德满都 当地国际机场的问题不仅给商业航班造成了困难 听说印度空军至少也有一架飞机被迫折返 这显然是这场灾害带来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救援人员无法进入 而灾后48到72小时是抢救最关键的时间 那么赫尔曼他还提到 由于飞机没有办法降低高度 他没有能够看到在加德满都的地面状况 不过他说在当地有许多的报道都指出 灾情最严重的不是在加德满都 而是在许多的偏远地区 一些村落甚至遭遇了全村都被掩埋的命运 而救援的黄金时间正在不断的逝去 我们下面继续来听听赫尔曼的报道 我们飞得太高 无法看到加德满都地面的情况 据了解灾情最惨重的还不是加德满都 而是镇央附近的小村落 我们听说很多地方全部被移平了 这些只有500到1000人的小村庄 完全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 那么赫尔曼也将随时发来最新的报道